號稱庶民 家裡竟然有豪宅 而且還有室內籃球場 這真是我第一次開眼界 那這樣的庶民 真的可見台灣人實在也開眼界 知道國民黨的標準原來是如此 農地能夠蓋農舍 只能蓋超過十分之一 如果滿滿的農地上 都是豪宅 那都是違章都是不可規定 而號稱庶民 家裡竟然有豪宅 而且還有室內籃球場 這真是我第一次開眼界 那這樣的庶民 真的可見台灣人實在也開眼界 知道國民黨的標準原來是如此 國民黨最沒資格談公投 因為公投之所以會這麼慢這麼痛苦 就是因為國民黨一直把公投 視為洪水猛獸 是因為有民進黨跟台灣人民的堅定努力 公投的鳥籠門檻 才能一步一步解放 我們仿造民主先進公投先進的國家 像英國像加拿大像瑞士等等 他們都是脫鉤 也就是一年選舉一年公投 而不降低 也沒有設定公投的門檻去增加 所以我們只是讓以後的公投更方便 讓以後的公投能夠更加理性思考 而一直阻擋公投的國民黨 卻這個時候為了選舉還在那裡 黃鼠郎給雞拜年 實在是不安好心 總統是屏東人 我也是屏東人 屏東人的需要 我們最知道 高鐵要怎麼做 高鐵要怎麼延伸 我們都很負責任的 詳細在談點規劃中 蔡總統也在幾個月前 就已經告訴屏東鄉親 我們會由交通部專業的機構 在完整的做好之後 向國人宣布 向屏東鄉親報告 而不是只有到選舉的時候 才隨口說說